野馬強勢防守 眾所黑豹擁奪超級盃 本屆第五十屆的超級盃 場上場下可說是眾星雲集啊 比賽開始首先由野馬隊 邁克麥努斯射門先持得點 接著野馬隊靠著防守組緊密鎖住 黑豹的超人凱姆 第二屆史杜華飛躍人牆達陣得分後 卡羅來納黑豹打出冠有囚風 庫屈利更是抓緊時間 痛載老人曼寧跟金剛唐馬斯 六球哥托伯特頻頻吊球 曼寧的傳球也是出現失誤啊 整場比賽馮米勒和威勒聯手 史丁凱姆 更慘的是小金跟柯屈瑞整場零貢獻 而且只會狂掉球 馮米勒在第四節衝破陣線 讓凱姆再度吃土 安德森的達陣得分 更將比賽差距擴大 常聽人說進攻就是防守 防守防得好還真能贏冠軍 恭喜第五世界超級威得主 丹佛野馬隊以24比10 踹飛黑豹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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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